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玉菩萨》 这件事说出来会比较痛苦 因为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一件事 关于对佛祖的不敬而受到的惩罚 今天我说出来大家言以为戒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你可以不信 但是你不能不敬畏 那是2006年的事情了 单位组织的去青海玩 七八月份的时候天气整好 我们坐着火车先去了西宁 逐渐的接近了高原 由于我们这一批新进单位的年轻人比较多 大家在车厢里玩杀人游戏 这不知不觉的二十多个小时就渡过去了 其实经历最后面的那件事情之后 我对这一次青海之行的记忆已经是片段化的了 很多事情都是模模糊糊的 从西宁去青海湖 路上有大片大片的黄色的油菜花 非常漂亮 去过青海的朋友们一定知道 在西宁前往青海湖的路上 会路过日月山 相传文成公主入葬的时候 在日月山休息过 这日月山旁边有座庙 不记得是什么庙了 只是当时那导游带我们进去的时候 说恰好有一个活佛要去西藏朝圣路路过此地 可以给大家祈福 大家如果说愿意的话 可以去接受大师 给大家随身带的玉器等等开光 这庙里的僧人说 活佛不太会说普通话 他坐下有几个徒弟可以 如果有人想看看运势等等 可以进去排队 当时我也去了 给我看运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出家人 头发只是很普通的圆寸 并没有剔成光头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 又看了看我的首相 和我说了一些话 其实这些话呢 现在都已经应验了 还有一些呢 应该是我的年纪还没到 还没有发生 那个僧人跟我说 我可以捐一些钱 烧高香 消除一些自身的业障 至于捐多少吗 凭自己意愿 他会说一个数 我呢 二百块钱即可 可捐可不捐 当时呢 这同事们呢 就有去烧高香的 也有没烧的 有捐很多的 也有像我这样一百二百的 后来大师给了我一个玉脯子 我知道那个玉 不是什么珍贵的玉 只是他说这是开过光的 可以保平安 烧完了高香 回到大巴车上 那大巴车就停在庙门口 车上有一个单位的老同事啊 他说话一直是没有这来 他上车就问我 让人家骗了多少钱呢 现在这大学生怎么这么迷信呢 我当时年纪小 面子薄啊 听那个老同事啊 说的这话我觉得难为情 于是假装了特别不在乎的 拿出僧人给我的玉菩萨说 就这破玩意儿 骗我二百 说完啊 其实我是后悔的 因为我以前遇到过些事 我的心理上对鬼神是充满敬畏的 他是为了争一口气 保住一时的面子 口吐狂言 还是在庙门口说的这话 不好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从日月山出发到青海湖 这段记忆 我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只记得我一直感觉到 特别特别的冷 从同事的转述中我知道 到了青海湖的边上 我还跟同事一起骑马 到了住的地方啊 我就说我不舒服 我先躺一会儿 可是这一躺下 我就没再起来 一直在发高烧 不断的烧 时而清醒 时而昏睡 单位领导紧急的派了几个人 把我送回来家 怎么回的家 我都不记得了 后来是老公带我去的医院 我们那儿最好的医院 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到了医院 基本上没病啊 都得给你开点药 但是那次特别神奇 医生什么药都没开 咽过血之后 就说这是病毒性感冒 烧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但是得烧 肯定得烧 甚至连退烧的事情都没有说 只是说时间到了 自然而然就好了 果然 高烧转低烧 断断续续的拖了两周吧 好了 好了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御菩萨 拿红色的布袋给装了起来保存 并且以后再也不敢口吐狂言 这遇见了妙语菩萨像 我也不再说一句话了 只是从心底里默默地表示敬畏 自从有了这个事之后 我就不敢带这个御菩萨了 总觉得我不配拥有的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再后来啊 我有了小孩了 坐月子的时候啊 有一阵儿这孩子晚上老是夜哭 和刚出生的时候呢 吃饱就睡 那个乖宝宝完全不一样了 总是半夜里边突然就哭起来 喂奶 换尿布 整理小衣服 床铺都不管用 我抱着他的时候 发现他总是盯着房顶的一处在看 等我转过身去 他会自然地把头转向那个方向 继续地盯着 然后还是哭 我知道 这刚出生的小孩其实没什么视力的 也看不清楚东西 但是连续的几个晚上 并且诡异地盯着一个地方在看 我这心里边就有点毛毛的了 后来我想起了青海球的那块御菩萨 我觉得我不能够佩戴 但可以保护我的孩子吧 毕竟菩萨是慈悲的不是吗 我把御菩萨从红布袋里拿出来 放到孩子的枕头下面 确实这孩子就安静了不少 等着孩子又大了一些 我就一直让孩子贴身带着这个御菩萨 再后来嘛 我现在想想 这个菩萨救了我孩子一命 那是孩子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这小孩嘛都喜欢玩这个植物大战僵尸 幼儿园小朋友也经常一起玩这个游戏 有的当僵尸 有的当植物 我家孩子呢就经常插着个腰 装碗豆射手 假装兔豆子 有一次啊 孩子在奶奶家跟奶奶玩棋子 我在厨房里做饭 忽然就听见孩子急促的咳嗽声 等我走到了屋里 看见这孩子憋得通红 奶奶就说了 他把这棋子给吞进去了 我当时吓坏了 赶紧把孩子倒过来使劲地拍 终于那棋子出来了 孩子可以正常呼吸了 当时是真的好险啊 后来我问孩子 为什么要吃棋子 他就跟我说 我只是想把棋子从嘴里吐出来 给奶奶表演能吐出豆子的碗豆射手 我估计他吸气想吐出来的时候啊 把那棋子先吸到了喉咙里 听到这儿呢 有宝宝的朋友呢 在小孩的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通过这件事 我也教育孩子这么玩很危险 把握不了事情的不要做 回到了自己家里 准备给孩子脱衣服洗澡吧 刚要脱掉贴身衣服的时候 那个玉脖子稳稳地掉到了我的手里 没有碎 孩子脖子上的红绳也没有断 就那样掉到了我的手里 我想起了老人经常说的挡劫 也许这冥冥当中 这玉脖子为我的孩子挡了这一劫呢 现在他应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玉脐了吧 这是我的猜想 并没有什么可以证实啊 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拿当初那红布袋又给装好 放到了抽屉里 也不再佩戴了 但是我会一直好好的保存着的 好了 这就是玉菩萨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陈默